戴安娜王妃显为人知的趣闻,一组老照片见证玄机戴安娜王妃,又称为维尔社王妃戴安娜,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的第一任妻子,爱德华斯宾再伯爵的女儿,小时候的戴安娜王妃,也是灵气逼人。 谁想到王妃在九岁前,只在家接受家庭教师的教育,并没有去上过公立学校,1981年2月24日,戴安娜王妃和查尔斯王子正式宣布订婚,照片中是两人的温情瞬间,王妃手上的蓝宝石订婚戒指极为的亮眼,如今,戒指已经传给凯特王妃,以此作为未来王子的订婚信物。 1981年7月29日,白金汉宫,戴安娜王妃带着幸福的微笑,嫁给了威尔士亲王查尔斯。 这场童话般的婚礼,吸引全球7.5亿人的瞩目。戴安娜王妃穿着Elizabeth and David Ewell设计的婚纱成为了经典,婚纱裙摆长达25英尺,这是英国王室历史上最长的婚纱。 戴安娜王妃被公认为是漂亮,优雅,坚谈了王妃,却是英国王室评为离京叛导,不守规矩的伤脑金坏媳妇。 此外,戴安娜王妃在说婚礼誓言的时候,拒绝说出服从这个词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